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那今天是12月11號 禮拜三 投票朋友今天大跌 你要說大跌嗎 100多200點左右 現在尾盤12點40左右 跌了將近200點 那200多點 投票朋友要擔心嗎 要擔心嗎 我相信我這幾天 我包括盤前的訊息也給你們看 我怎麼跟會員講 專注於個股 來今天這幾支 今天這幾支 應該說昨天啦 昨天這幾支怎麼樣 昨天尾盤 我錄影的時候 回去 冰川也拉上去 再創新高 對不對 那光聖昨天這樣 今天要漲停 那01今天漲停板 老師01你不是說你賣了嗎 我等等再給你們複習一次 我的看法 投票重點是我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希望真的你們如果真的還做不好的 因為真的這兩天我還是有跟一些新朋友在聯絡 助理他就說 老師這個客人說想跟你聯絡一下 想聽聽你的聲音啦 怕說是詐騙集團什麼 也是跟客戶在聊天 重點還是你們手上的持股套的還是比較多 這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我也講過很多遍 你們手上是不是還是套 即使現在大盤相對高點 可是你們手上的還是套住 還是套住 怎麼會這樣好不好 這個我等等再聊 那來看一下簡訊 今天早上 我先講昨天前天的 個股還是活蹦亂跳 會不會拉全值股拉點數不一定 對不對 前天這樣講 昨天10號 近期可能呈現橫盤整理 專注在個股輪動上 昨天我再一次這樣講 那今天 今天就是專注在個股上面 遇到拉回都是可以找買點的時機點 我今天早上我這樣去講 今天早上我這樣講 那當然我們來回過頭去看 昨天美股其實都跌 那廢半跌很重 跌了2.47% 廢半跌到2.47%很重 沒錯 其他還好 零點幾零點幾 都還好 那當然去看最主要 很多人把原因歸咎說台積電的財報 但是你要去知道 台積電ADR下跌這麼多 所以今天台股不會很好 可是我們去講 月營收月減12% 可是年增30幾% 所以也不要覺得說 就好像月減就不好 那我相信 也不是只有我 你們可能都曉得 市場本來就在估 11月本來就會比10月少 為什麼 因為蘋果的單 我們先不管蘋果有沒有 有沒有賣得好不好 你9月10月前面本來就是開始發售 一定是最好 好 你10月晚 那11月本來 營收 蘋果的單白就會掉比較多 所以本來我們在預估就是 那你說真的有差很多 12%一成 你不是說掉個 3、4成一半的業績 蘋果少一成 我覺得還可以 那你去想跟去年 年減 年增來比多了30幾% 還是相對在大成長 大躍進 可是投票市場不會這樣解讀 不會這樣解讀 好那我只能說 今天這樣台積一號 你說也是下來 也是下來 那我覺得這邊也差不多了 因為真的要跌也跌不到哪去了 那這裡甚至我覺得 就可以開始找買點了 好你說全資股拉回了 包括紅海也是 紅海也是 哎呀老師今天又破了 18多位 那當然我想你不敢做全資股的 你現在先來專注做我的個股 等全資股可以動作 我會跟你們講 你看我最近其實有在一直聊紅海 不是說跌了就不聊 他說最近就是要做一些個股 好我說我的簡訊這邊也都跟會員也都這樣講 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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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專專個股 其實連講好幾天了 那你們有聽嗎 你們有信嗎 我就是希望投票 真的可以來找文綺我啦 好不好 那我的LINE小鼠MV57 還沒加了投資朋友 趕快 趕快幫我加進 好趕快幫我加進 有問題好不好 持股有問題 趕快來找我 投票今天這樣下來 你們可能又要沒信心 可是 我說真的 我對我自己 還算有把握啦 對會員 我覺得 你說這樣盤下來有真的影響受傷嗎 沒有 你說01賣飛了 可是投票 我等等給你們看 今天還有在動作其他的 也是不錯 也是不錯 那重點 手上持股 還是能再創新高 逆勢 真的是叫做逆勢 那你們有辦法嗎 好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今天這個盤又去擔心什麼 我希望好不好 有問題 趕快來找我 我會親自跟你們說要怎麼做動作 好不好 可以的話 加我LINE小鼠MV57 一起來跟文綺我一起動作 那 其實作為美股 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就是 這個 量子晶片 量子晶片 所以呢 昨天AlphaBeat其實是漲了 那當然 甲骨 然後因為財報迅色 所以在下跌 那 投票 其實講到美股還是要講 最近很多人要去講說 AI到底泡不泡沫什麼的 我必須講 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特斯拉 可能有些人會去注意 就是機器人 所以今天其實盤面上機器人 很多股票其實是漲停板 大鷹尾也是嘛 也是漲停板 很好 特斯拉有發布嘛 我有看一看去那個YT 看一些YouTuber去 去講的影片 是不是 Atmos是不是 他在測試 那他是把 眼睛的傳輸把它關掉 就是用他一些感測去 去走 走在哪裡 草地 還有甚至草地還有斜坡 那個就是說其實正常一般人去走 都會跌倒的路 他們沒有跌倒 Atmos沒有跌倒 好 好像又跌下去了 馬上又起來 我今天時間不夠 我看可以的話 我再找一下那影片給你們看 就是說當然機器人今天是因為這樣被帶動起來 好像對機器人又充滿了希望 我講真的機器人你可以碰 可是我認為那也不是說一天兩天一個月兩個月就能馬上出來的東西 所以可以緩緩 可以緩緩 那我現在還是堅持做我在看好的產業 就這樣 那特斯拉當然未來我是覺得不錯啦 可是同樣我要講 你這個量子這個東西跑出來 量子電腦出來 我相信可能有人會這樣想 很好沒錯 運算我記得是10的20 對這裡 10的25次方的運速速度很快 很快 那對比特幣反而要去稍微有點注意 因為 當然我不是說完全這裡的專家 只是有人在講 如果當量子電腦真的運算那麼快的跑出來 它會去破解比特幣 所以 可是比特幣你說會不會 因為很多人講說10萬塊了 我先講 如果短線不管這個量子電腦 比特幣拉到10萬拉回9萬多少我覺得都是正常 一樣嘛 創高就會有人想賣 那很多人就會跟散戶又會再10萬塊進去追高 追高就會有人去賣賣了又會拉回下來 如果你說照很多人專家看法 比特幣會到多少 20萬以上 現在10萬會再1倍以上 對不對 應該還有更扯的數值 我就不講 可是量子電腦有出來 我覺得這個要觀察 好這個要觀察 因為 如果真的這個晶片可以去破解比特幣 那我覺得比特幣不會到那麼高 只是這個時候提前先聊 好那我覺得馬斯克特斯拉這邊 好你說如果比特幣真的不好 因為他有投資嘛 可是馬斯特這邊 Atmos我覺得會很好 那還有 FSD 好現在已經出到V13了嘛 我現在的投票 以前V12到V13 到V12 人家就已經說是一個大躍進 大躍進 一個很大的進步 結果現在竟然說 V12到V13 比V11到V12進步更大 進步更大 那當然最主要是因為 他用神經網路去做嘛 他把3000多條的那些C++的code 那些都拿掉 從V11到V12就拿掉 所以進步那麼快 那其實這也是靠AI 我們這樣講 好那現在V12到V13 最主要最主要他是說 硬體上 硬件上去升級 那些你說攝像頭 攝影機 車上那些硬體 他去更新 搭配V13 就可以這麼進步 就是開車 自動開他能去倒退什麼 所以我覺得 當然特斯拉後續 我覺得還可以再觀察 可能應該還是會漲 我覺得會漲 好那 拉回來講一下 關稅這一塊 國與國 我相信我前幾天 也在講 好就是怎麼樣 國與國之間的談判籌 你不要講說反壟斷怎麼樣 可是短線上當然會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連這個 連 好我稍微有看到 連分析師郭敏奇都認為短期內不會有結果 但是這種調查還是會發生 為什麼 其實就是國與國的談判 你美國這樣出手對中國 中國也來出手去反壟斷給 可是同學們我就講 他這是調查多少 2020年 代表他2024 2023年沒有東西好調查 他才要去弄2020年的 所以 這都是一些談判籌 所以 我這個也昨天的跟你們講 那今天就跑出來這個東西 願與美對話合作 當然這個都是傳 可是就是談判 所以你說這種關稅帳 我不認為說 這就是短線影響 你影響完還是回歸正常 公司營收基本面好不好 美股好不好 美股好 台股就好 好不好 我講就這麼簡單 好那你說台廠 中美那邊打仗啊什麼 關稅上什麼 台廠還是贏轉單 還是有好事嘛 好那台積電 投票真的 我是認為 真的不用太擔心 你說營收降到2700 可是 你說上個月有到3000 很好 3000億很好 這個月又下來 好這個又下來 可是投票 我認為 這個就是因為 大家很多人這樣講 蘋果你說單值沒有繼續跟上 所以就掉了 掉了10% 可是跟去年比成長了多少 30幾% 跟去年比 成長了34% 所以我不認為是一些不好的 那當然現在就是 短線上震盪一定會 所以我講短線上震盪 那我們就來做什麼 就來做一些個股 還有看到一則 AMD 昨天有講嘛對不對 本來說可以 可以去跟 回答對抗什麼 結果現在招降評 概念股碟 當然這些都算 也是有台積電嘛 對不對 可是投票最重要 最重要是微影 今天還是翻紅 微影我等等再帶一下 好等等再帶 一樣好 對不對 那獲利繼續不要高 每股賺12塊 賺12塊 那你就有不好嗎 那我看好的股票 可以這樣子 好投票我希望說真的有問題來找我 好不好 有問題來找文綺我 我覺得能幫我盡量幫 我能幫我真的會盡量幫 那上市櫃營收 11月的都還是寫最好 還是寫最好 所以你要覺得說 當然很多人講 那明年怎麼辦 今年那麼好 明年怎麼辦 所以投票我先說 明年我認為還是會更好 只是股票反應的問題 股價反應的問題 是不是現在就先反應2025年的 有這個可能嗎 有 但是我還是努力會找到 你資金有進去的股票就好 你就不用怕 好那當沖稅再延三年 這個其實本來大家都預估 那為什麼會這樣 好我們以政府的角度來講 好賺 他那些稅這樣子手好賺 所以他原則上就是會在演 就是會在演 來 那空單有稍微也減不多 188口 減了188口 這個其實我講投票真的現在 你看今天 昨天空單減 可是今天又大跌 那你說外資昨天做錯了嗎 有時候真的那種短線震盪 你不用不用這麼去理會 好不好 還是要講 好那 我相信陽明啊 這個我也講過了 那現在尾盤又有點下來 所以所以如果你前天去追的人 甚至昨天啦 昨天還有創高啊 我是不是這一天我跟你說 要不要馬上去追 因為很多人來問我 要不要追高啦 那到今天又下來 那開始下來又亮縮 所以我講他20號 20幾號才會納入 所以你不用那麼急 當然很多人講說 現在投信他們就開始要去進去了 可是他20號以後才納入 你不用那麼急好不好 所以啊 我相信有很多人啊 又追在這一天 這一天 很多啦 這量爆成這樣 你說外資投信 自營商都進去 更多 我相信 閃貨也進去 不要這樣做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你們不要這樣亂做 好來 那今天11號的 美系重申 鴻海還是看正面 好不好 還是正面 那當然最主要都還是一些伺服器機櫃 對啦 明年 Q4會小量出貨 那明年 最主要是明年 所以我們看鴻海 也不要說看現在好像跌下來180幾 好像又不好 如果明年第一季好 其實從12月 現在12月11號 12月的下半週 下禮拜開始 我認為 這邊你不要覺得好像不敢接 破線 又完全破線 所以我認為開始如果再下一點 你們可以注意 下禮拜開始 下禮拜 那廣達也是重申正面 富士達也是 富士達今天怎麼樣 大漲創新稿 我是不是放在我的記事本放很久 我的記事本我也一直放 我一直提 11月27號 我一直提 不是沒有道理 好一直提 我不是沒有道理 來 那今天聯亞竟然有寫一篇 雖然沒有覆蓋 沒有去完全去追蹤 但是有更新近況 聯亞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還是CPU 800G 那1.6T 持正面看法 那還有 尤其是光收發器 光收發器 還有矽光的產品 矽光的產品 那再來 還有電信 賣那個雷晶 所以投票 聯亞其實外置開始 開始又注意為什麼 我認為真的 開始要解禁後 會不會創新高 你們就看 等改定我創新高 你們又要說 啊老師你創新高 再來講什麼的 這裡整理那麼久 我說真的 會員也是這樣報 也有人在 老師要不要出 要不要 可是我說我還是看好 你出掉如果噴出去 你怎麼辦 像這支就是這樣 很多人出了啦 我相信 可是我還是看好 投票現在漲停板 我剛來的還沒漲停 今天是漲停板 等等給你們看 我怎麼講 我怎麼講 那圍影 我應該不用再說了啦 我還是要 大家還是提一下 2500能過去 很有機會就是挑戰 挑戰高 2500 現在又 今天最高又2500 又2500 又最高又老到2500 怎麼會這樣 我看好的東西 投票好 真的我是希望 好 跟著文綺我一起動作 那帽連下去又稍微整理 又上來 整理完會不會又 又上去 我們可以看 那還有一打 金冊 今天又回來900 最高904 也是嘛 上去又稍微整理 投資朋友又大漲 快要4%5% 怎麼可以這樣 好不好 我選的股票可以這樣 那真的希望 一起來跟文綺我動作 你們要高價的就做 要低價的 OK 我也有 我講了 要中價一點的 都有 都有 好不好 真的希望一起來操作 來這昨天 12月10號盤後 昨天我的盤後 其實我只打了三檔股票 光盛 01 跟冰川 結果光盛01 今天都漲停 冰川再創新高 好 昨天冰川越關越大尾 又創新高 聯亞68.5 那今天呢 好我等等講 這是先講 730最高 為什麼可以這樣 投票票就是可以這樣 我挑股票就可以這樣 那01我說我賣了 我等等一樣講 那 來 光盛 我講還是看大物數 賞物數的線型 那還有聯亞聯軍 我覺得啦 真的 你光盛漲完資金又拉回來 現在就是這樣 那CPO證你們不要覺得好像 就沒了 不要這樣認為 我昨天10號簡訊我怎麼講 很多分析師 搞不好昨天又說創高 賣最高 昨天578最高 昨天 收個上銀線 我相信很多分析師 昨天我又出最高 又賣最高 結果今天創新高還漲停板 我昨天簡訊就是這樣 所以投票你跟我做波段 就算了 有時候我真的不希望說 你們真的 馬上就賣 馬上就賣 有時候真的就這樣 其實我這樣 我01賣掉我也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會員 一樣在那邊問 老師也不要出 賺了錢要不要出 好昨天我就把它出了 又出了今天漲停板 我等等講 只是我要說的是光盛 昨天一定很多分析師說 我出最高什麼 結果 昨天怎麼說的 等了5個月左右創高 所以又一堆人被套 被套5個月的人 一解套就出掉 創高後的拉回要擔心 都是很正常 都是很正常 那今天 好我今天也是跟會員講 再創下599 我早上 剛剛11點多發 也沒有漲停板 599而已喔 等光盛漲完 聯亞聯軍也會再發動 投票今天光盛是漲停板 漲停板 很多分析師就要講 我知道了 其實投票我等等我也秀訊息給你們看 不知道這個訊息喔 你們好像不信什麼 我還是要換個角度 我敢念這些簡訊 實際上是真的會員有收到 會員有動作 我才敢講話這麼大聲 我不像別的分析師啦 就只是拿這個出來講 光盛又長年怎麼樣 我有真的東西在 我敢這樣講 好吧那我實際上我昨天創高 我也說不用怕 都是正常 創高拉回不用怕 今天漲停板 我也沒想到今天會漲停啦 我真的也沒想到 可是就是可以漲停 好12月9號 好禮拜一 我還是一樣講 昨天一樣講 今天禮拜三再漲停 好不好恭喜啦 老話一句你要相信誰 投票自己想清楚 好不好自己想清楚 那我講光盛我判斷依據 大戶數又回來了 聯軍也是 聯亞也是 你們就看著 好不好 我所計畫股票就是能這樣 就是能這樣 投票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希望你們一定要相信 來 明天12月12號 雙12 主管啊 又說文綺 他說 最近公司啊 你績效真的算是 在公司裡面算前面好 他說還是幫我做優惠 我直接白不想做啦 公司說他幫我補貼 好不好 公司補貼 明天就是雙12嘛 我等你們來加一啦 好不好 真的再創高 再創高 你們要相信我 你們不要不相信 不要說老師 你都這樣漲了 怎麼樣怎麼樣 重點是我 一路這樣做上來 冰川其實 就是 以今天最高來80幾% 那光盛4050%也有 兩檔120有 今天一個優惠好不好 我只能這樣講 你們可以 時間 你要給我時間 你不要說就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給我時間 我也給你時間啦 我們時間有 會不會做到這個 我不敢講那麼 我們不能去保證 可是投票 你知道 冰川加光盛 也不用到今年 也不用12個月 今年你說就是 六七月開始 冰川還十月做了 就已經可以超過100%了 那 明年一整年了 好不好 會不會可以這樣子 會不會可以這樣 我們來看 那我有信心 你也要對我有信心 重點 你手上持股 我等等給你們看 連會員持股都不願意挑 我怎麼辦 就給我買一點點而已 我還是希望投票 真的你們持股交給文琦 我看過以後 好不好 這個今天你可以 你一定要相信文琦 那趁明天 今天明天最大的優惠 雙色最大的優惠 你們加進來好不好 播電話也可以 12 留 12加留電話 我會跟你說 我會跟你說 條件怎麼樣 好不好 我希望投票一起參與 好 那最近你說 創委 一樣 今天還是 170以上 那我們說14多到170 我不要說最低多少 不要說13多什麼 14多到170 我的股票我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對不對 那我希望投票一起來動作 230% 隨隨便便可以230% 那你們做得到嗎 做不到來找我 我可以幫你們 好不好 這兩支都還是能動 我的股票其實真的我不怕 我不怕 好不好 漲到會被關嗎 一定會 重點是你們要不要做 好不好 我還是希望要換 不換沒有機會 好 那 BBU 我說順打 我說我講 下去今天又有翻紅 去追高的人今天又下 只是投票 你就注意這兩支 就注意這兩支就好 AES跟順打 這兩支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說現在炒高了什麼的 那這一支塑田今天又上來 會不會盤盤盤又創高 我們可以看著 好 我們可以看著 來 那01投票 我昨天講過 我昨天賣了 對不對 好我給你們再看一次 這昨天的 會員 老師我01是虧錢賣掉 如果賣的話 所以我就說你喔 先不賣沒關係 你說再等等嗎 我看簡訊要先賣掉 我怕下殺 好我說啊 照我簡訊有賺錢賣掉賺5% 好你買比較高 因為這個客人就是比較晚買 所以我還是 昨天我怎麼講 我還是看好支付 只是簡訊短線還是要做 因為投票 我沒辦法滿足每個人的要求 可是你們有什麼要求 個別跟我講 OK 有些人就是要撥段 有些人就是要短線 好我說好 你來看我節目 我不會跟你講 基本面 技術面多好怎麼樣怎麼樣 有時候是心理 你要長線要短線 你來找我 我會說要怎麼動作 那這一支我擺就設定說 短線可以除 但是我還是要講 這檔擺長一點沒關係 所以可以稍微等嗎 對 對 好 那我說 只是怕零一突然出口 其實不用怕 大戶也才剛進場 我還是這樣跟你們講 你看拉上 昨天就拉上去了 對不對 昨天就拉上 好 這今天 今天13號 今天13號這樣漲停板 就算了 你不知道這個客人沒有賣 他真的爆到漲 只是我簡訊我帶出 我還是老實講 那 重點來了 今天 還有一支 上去 好像 要碰漲又下來 又拉上去 同朋友 這一支股票 今天 老師你也買高 對 買高 但是 可以這樣拉 進場 今天早上 其實它是怎麼樣 就是跟 你說支服 01漲停 微軟也會跟商 有業績之間 今天也創高 一樣拉 這兩支拉 今天也是創高 我今天動作 我今天動作 來 那重點來了 這個 同一個客人 01他沒賣 他早上就問 老師 我先把01賣掉 換 微軟 我跟他直接說不用 這兩檔一起漲跌 所以不用先賣一下 再等一下 可以 其他資金 我還在講 其他資金要捨得出 這是會員 他還是捨不得出掉 他只有買幾張01了 我已經出了那麼多 我已經出了那些虧最多的 心很痛 可是他實際上手上還有套幾十萬 三四十萬 他捨不得出 然後 11點25 你看01先漲停 都很強 我說他要不要換 我說不用 我是這樣交代 那當然 簡訊有些會員出了 我覺得我還是老實講 沒有分析師會這樣跟你講 今天每個又要講 啊漲停創高怎樣怎樣怎樣 我出了 可是同學我看好的東西 可以這樣 好 我講了01 我再講一次 因為大戶數 現在這邊才剛進來 散戶就下來了 我看好的可以這樣子 那你們呢 來 那另外一個 今天 老師請問微軟143還能買嗎 什麼意思 這個客人早上143又上來 才問我可不可以買 前面他不買 你早上沒買 我01賣飛 但微軟都一樣性質 都是看好 其實早上我叫的時候應該買 剛剛才看到訊息 在忙 那我講叫完還有拉回 我叫完我還有拉回 可是呢 沒買買了 早上去 現在又拉回 有沒有買我不曉得 特別好我怎麼做我怎麼說 01漲停板沒錯 那我微軟我叫他換叫他 可不可以 好我怎麼做我怎麼說 我不會去亂講好不好 我不會去亂講 我不會去亂講 我不會說只講好的 只講賺錢 01賣掉啦 可是我看好的東西 今天還可以漲停 我光是用漲停 相信我好不好 朋友就來找我 就來找我 那冰川呢 來 今天 時間又不夠了 冰川今天 1 我用71.3去算 沒有用最高 沒有用現在72多啦 71.3 80% 前面多少 60幾% 50幾% 40幾% 30幾% 到今天80幾% 一張3萬多 你真的10張斷30幾萬 投票 我有這個動作 我有這個績效在了 好吧 我希望投票 來跟著文學有動作 你會知道差別在你 你一定會知道差別在你 好 盤今天跌200多點 200多點 我的光聖你說漲停板 冰川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那靈異我一樣看好 漲停 那我換作微軟 好吧 我怎麼做我怎麼說 我只希望投票要相信文綺 你說12月 12月當送你們都沒關係啦 好 重點是明年 你給我這個時間 我會給你這個東西 我會給你這個東西 重點是你們要換 你們手上持股要願意換 因為連會員 我講 不要拉回去看 連會員都捨不得換 好 來這個我沒時間講到 這是 這是 實際 發出去的coach 冰川 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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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直接發給會員 好不好 投票 我不會亂講 你們相信文綺我 賺的一定是你們 一定是你們 今天最後最大的優惠 到明天 好不好 我希望投票一定要動作到 祝各位超愉快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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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